新冠疫情为全球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在心灵上也有不小的影响 因此引发许多的社会问题 心灵上是极度的不安 这个话题呢 我们就要透过午餐会议 每个星期五连线到马来西亚 请主播龚华顺跟我们一起来谈谈 从个人到团体 可以如何发挥一己之力 安定心灵 华顺午安 圣文好 全球的观众大家好 这里是马来西亚槟城 马来西亚疫情严峻 政府无限期延长封锁令 面对无止境的封城 很多人开始抗议疲劳 无法克服心理困扰 最终选择走上绝路 但寻短并不能解决问题 在面对困境时勇敢求助 这不是弱者也不是投降 而是坚信生活还有希望 一起来关注接下来的报道 马来西亚近期每日新冠确诊病例高居不下 政府宣布无限期延长封锁令 无止境的封城 一些人面对情感 生活及经济等压力 无法克服心理困扰 最终选择走上绝路 根据警方统计 马来西亚的自杀率攀升 光是今年1月到5月 就已经有将近500人亲生 相等于平均每天 有三个人自寻短见 疫情的时候 为什么有些人 他会有这个自杀点头 其实是关于到资源 资源有分为两种 一个是外在资源 一个是内在资源 外在资源就是说 家人啊 倾存汽油啊 还是社区人士的帮助 那内在资源呢 就是个人的抗压能力 在缺乏外在和内在资源的 这个情况下面呢 有些人就觉得说 已经完全无法抗压了 他们就会觉得说 未来没有希望 然后就可能陷入犹豫的状况 他们长期活在一种 痛苦的情况中 他们会想到是说 唯一的办法可以解决这个痛苦 就是想要自杀 其实自杀是他们逃脱 或者脱离痛苦的一个方式 在面对物质短缺的时候 人们比较容易获得援助 因此相对愿意向外出援 但在面对心理问题时 很多时候 人们都羞恶其耻 认为这是弱者的表现 于是选择独自面对 继而让问题渐渐恶化 最终导致遗憾发生 6月下旬 马来西亚民间发起白棋运动 鼓励有困难的人 主动在家门口挂上白棋 寻求协助 这项运动获得社会大力回响 大家互相协助同桌共击 槟城檀香爱心福利中心的 辅导平台爱心线 在疫情期间 接获的求助电话增少了40% 辅导员会评估求助者 是否有自杀倾向 并适时地提供意见和帮助 比较容易知道就是说他直接告诉你 或者是说他可能他会引以越越告诉你说 哎呀我觉得说活着下这样子哦 也没有什么意义 我不知道我为了什么 我们会贪图说 不知道说你有没有自杀的这个念头 曾经出现过 当然我们就在那电话中 或者在面谈里面 我们都尽量地我们讲说 做到情绪支持陪伴 另外一个其实很重要就是 我们都会邀请他 要去见精神科医生 爱心线接获的求助电话 大多数都是面对 个人情绪困扰和两线情感问题 若是有经济或物资的求援 辅导员就会将个案 转到福利小组继续跟进 让求助者的问题能够获得解决 在这艰难时刻 若您陷入困境 请不要独自面对 提起勇气向身边的人求助 或者拨打情绪支援平台的电话 让其他人协助您走出困境 只要穿过疫情的雾霾 就能够看见光明的未来 大爱新闻于少年李嘉宜马来西亚报导 虽然多次落实行管令 但是马来西亚疫情依然反复无常 昨天的新增病例8868宗 是大马史上单日第二高病例 疫情在社区传播 很多人毫无预警染上病毒 当下感到无助 焦虑不知所措 位于槟城北海的快乐之家安老院 出现COVID-19确诊个案 实际志工主动前往关怀 在邻里之间传递 互助互爱的安心力量 在黑暗疫情中 为他们点一盏灯 上次监控确诊 超过老人院办事的 都进了医院 当时的时候呢 我的心是很慌 第一最大的问题 就是面对人手上的东西 五个工人去医院过后 只剩下三个工人在这里工作 要顾着 接近几十多位老人家 因为这里的老人家 我们还要照顾老公的食材 然后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不合适 慈激人 在这个时候伸出援手 主动来关怀的 因为他们毕竟都不能出来买菜啊 买食物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代替他们煮 他们真的是日常用品 包括一些防疫的物资都很切法 实际就安排防疫物资啦 口罩啊 防护衣啊 洗手衣啊 包括一些我们的粉草 也给他们啦 那原老师找到了专业 我可以清理COVID-19的第一步的 我们就学习 我的心 真的是 整个安定了下来 我很想一个一个电话打给家属 去安保他们 但是我有空坐下的时候 已经是半夜十二点 而且我们要准备工作到半夜三点 当时我真的坐不来 秋风时节 他一看他就知道我面对什么问题 家属怎么可以知道这个老人家的消息呢 因为家属很想要看妈妈的照片 一定要拿医院的批准 所以就因为透过这样子的运动 然后隔天呢 医生就说可以让我们做这个动作 就是有一个 这个女儿呢 很担心很伤心她的妈妈 她已经是整天都没睡觉 那拍这个照片一送给她的时候 我一打电话给她 她就在那边哭了 她就说感恩你世界 感恩你 感恩你 你送妈妈的照片给我 我把这个感受 就传给这个护士 这个护士她就 也很感动 然后就这样子 就传开了 那护士呢 然后照片就比较容易了 就是在每一个饭盒上面呢 都会有夹杂着一个平安 或者是健康 或者是喜悦啦 出风师姐就打电话来 诶 欣怡我告诉你 这个平安调试好像是上人送你的 哦 我听到这一句的时候 我的心很感动 怎么上人也关注我们呢 所以我就一直 把它带在身边到现在 这一份祝福来自上人的祝福呢 它让我有安定的力量 这么大的一个房子呢 也许我真的是需要用一辈子 才能够回报给自己 疫情期间 持继志工义无反顾的身处援手 发挥亦不可挡的精神 形成一股强大的安定力量 这份互助的温情 更显得难能可贵 也深深烙印在每个当事人心中 把时间交给盛文 好 刚刚看到有一些技术性的问题 不过我们也看到了 安老院之中的暖心故事 之前我还有观察到 大马的媒体 其实都有在关心 疫情之下心理健康的这一块 要来提醒大众 可以适度的释放压力 而这段期间 有些人受到疫情的影响 可能就会吃不饱 所以也有赖民间提供支援 来协助渡过难关 这种互助的精神 其实相当令人动容 而除了面对经济困难的民众 还有哪些群体的心理健康 可能比较特别需要关注呢 华顺 是的 除了民生问题 站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 面对的压力 同样需要我们关注 精神专科王韵畅医生表示 医护人员因为 与新冠病患直接接触 而担心自己受感染 把病毒带回家 因此选择独自在外居住 长期没有见到家人和孩子 加上确诊病患 有争无减 巨大的工作量导致他们过劳 为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 因此医院的心理科 也为医护人员进行辅导 让他们疏解压力 维持健康的心理素质 谢谢盛文 好的确在前线这些医护 我们都要怀抱着感恩心 相当的感谢他们 为我们来付出 来医治这些确诊的病患 因此提供他们一个 可以抒发心情的管道 在疫情之下 也不会感到孤单 谢谢华顺的连线报道 谢谢大家